老好一美一答回答一下臭伯的想法问题 第一个臭伯伦 长花叶边下边有白色的序状物是什么病啊 好几个都这样了 看不着啊臭伯 你得给我看看 我只能看不清楚 真的看不清楚 你要让我单纯这样判断的话呢 是现在时期呢 略微的有一点点水大 就是有点积水乌根 它叶面有点发黄了 这个是主要的病因 咱们说中西一结合嘛 是吧 首先呢我就给你几个找出病因来 把表面的土刨一刨松一松挖一挖 你如果说种的地势很低挖的话 我建议你重新翻种一下 给它做个笼 种到那种高的一个土拨上 就跟我大舅舅那小分头似的那种感觉 好吧 就种的稍微一个高高的地方 再一个呢 如果说背面 你说的有白色序状物 它是有那种小 像小嘎打一样 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 然后用手一样会出枝叶的 那个叫芥翘虫 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 我建议你用个东西刷一刷 然后再打药 打随便一种杀菌药 就杀虫药 然后杀菌药也要配合着来 因为病虫它是不分家的 芥翘虫在吸食了枝叶之后呢 它拉的那个边边有蜜 就是有一些糖类之类的 会吸引大量的真菌在上面繁殖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清理 清理清理 然后呢打点杀菌药和杀虫药结合着来 另外稍微松一松土 弄高一点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下个臭饱这盆养了三年的杜菌 叶子发黄不开花 正常浇水 黄化病 很严重的黄化病 你没看那叶子都发黄了吗 这就是黄化病了 跟我之前买到的那个杜菌不一样 那个杜菌是有病菌类的 我打了个杀菌药 它就制定起来了 这个不行 这个再打杀菌药 修剪还要再用繁肥水 明白吗 就修剪一下 把这个剪一剪 让它重新发点新叶子起来 用点繁肥水 用点杀菌药 表面的土稍微挖一挖 盆子稍微垫高点 下个臭饱 小叶狼鱼 叶子都干净了 还能活吗 这个活不了了臭饱 嘎了 就不活了这个 已经没戏了 下个臭饱说 这个咋救啊 这个我看的也是个杜菌 看的是个杜菌 这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 第一是碱性高 第二是焖根 第三是干旱过渡 主要这三个大原因 好吧 有话如老话一 你说干尸循环 他透气了爱长冰 他为什么这个就不行 他这个虽然说干透了 但是呢 他那个土不透气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叶子是那种发红 就是砖红色的这种发荷 这个呢是干旱导致的 还有一个就是碱性高 现在怎么救啊 也是松土啊 有条件的话换换土最好 你买到的杜菌 不可能用那种泥巴土给你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买到的杜菌 没有泥巴土的 发现了吗 就是要么就椰坑 要么就炒炭的 要么就泥炭的 没有泥巴土种的 就目前我发现的 应该是北派的 应该是河北那边 有一个蜡皮杜菌 他用的是沙子 他也不是泥巴 明白吗 我说这个是根本原因 下个初宝说 兰花过程什么正常消包 正常吗 这很正常啊 相当的正常 环境不是他就消包 你跟我大舅子一样怀孕了 好样他就伊拉克玩了一圈流产了 这个很正常 他就适应不了那里的节奏 下个初宝说 我养的金钻绿公主 叶子长不大总发黄 能养活就很不错了 初宝 表面的土拔出来一部分 适当的来一点点肥料吧 你这就别埋的时候 别埋那么深 很多的花儿都是 你跟这个天气一样 你让我大舅子该删床被子 他不闷死吗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下羊骨精的 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长一 白了初宝